現在大家稍微用一下之後 你大概知道這樣的軟體的概念了 那如果你想用自己的當然你可以換喔 比如說我現在已經知道這個杯子 裡面 我要換的是這個裡面的 你就點兩下 點到他 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張圖片 換成你自己的 換成你自己設計的圖 那只是說我們這邊的版本 因為他不是比較新的 所以剛剛有同學有發現 那個AI檔案叫不進來 可是新版本是可以直接丟進來的 新版本可以直接放進來 所以 這個部分你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不管是背景圖 像背景圖我就找這個 把它替換成你想要的 放的材質 都可以 那你做好了之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 在這邊有一個存檔 儲存的時候呢 他的副檔名叫做DN DN 就Dimission的 所以呢 當然這個就是只有 他自己這個軟體才可以打開 那你存好之後 我們要做輸出的話在哪裡 你可以先到 這個地方 上面這裡有一個叫做Random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叫Random 就是我們Foreccial裡面的演算 這是比較標準的輸出 所以呢 你再 點到這邊來之後 你看右上角這邊 就可以看到剛剛 影片裡面所介紹的 影像的檔案名稱 你輸出的品質 對不對 然後呢 你輸出的位置 還有你要輸出的格式 那我蠻鼓勵各位 其實你可以輸出成PSD 那我現在呢 先用 比較 中間的好了 我就把它輸出一下 這個是放在桌面上 好 那他就會開始幫你做啦 等他一下 所以目前來講 其實他用的方法跟Photoshop 3D有點像 所以輸出這一塊是相對比較慢 相對比較慢 但是 以做平面設計來說 這個倒還好 因為他不是要做 最 即時的那一種 所以 還在可接受 那麼 你的圖片尺寸多大 事實上在我們在開新檔案的時候 他就有提到 只是我們剛剛沒有特別去設定而已 待會我們回頭看一下 有沒有感覺品質越來越好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已經快完成在右下角這邊 你已經看到剩下 不到5%了 所以應該快就OK了 好 算完了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找到他 我就直接在Photoshop打開 來 好 進來了 重點是你看一下他的塗層的結構 你看在這邊的話 他有沒有幫我們分成這麼多層 那你分成這麼多層很大的好處就是因為 你還要做 影像處理嘛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裡 這一層 有沒有是獨立的 對不對 背景 是獨立的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這邊 他有針對你的材質的那個範圍 是不是都有 所以 你如果要選到正確的 就是你正確的那個 比如說瓶蓋的位置 你還在做調整 或者是瓶身 你要再做調整 都OK 那這個是 我們直接把它變成PSD給各位看 就會比較清楚 他實際輸出的樣子 這樣 有沒有了解的 所以 在這邊 那我們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提到的 到底我這個尺寸是多大的 你可以從 一剛開始 我們 出來外面這裡 我點到這個場景 你如果 開一個新檔案的時候 事實上他在下面這裡 我這裡就先不存 在這邊 開新檔案的時候 在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你的尺寸 1024乘768 然後 還有 解析度 72dpi 所以 預設的品質 適合在哪裡 適合在螢幕上看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做印刷的 你就把這個72 你就知道要變300 對不對 甚至更高的 有些民感也許要600dpi的 看你輸出的尺寸 這樣了解 所以你可以 一開始就 就先設定 就先設定好 這樣的話 就會比較OK 那 順便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在這裡的 這個材質啊 因為這個不是最新版本 所以你看不到我們剛剛一開始介紹 裡面有一個叫 Substance Source 如果 你家裡面 自己安裝的版本 是比較新的 它除了 你現在看到上面這個內建的材質以外 下面還有更多 那你可以選用的 範圍就更大 此外呢 像這邊還有一些有沒有 像這種透明的 這種所謂的那個 比較像玻璃啦 那種材質的 你在用的時候呢 一樣 比如說我們找這個 像這裡 有那個像化妝品一樣的 好這個 那我們找到這邊 一樣你如果不是要全部套進去 你就兜兜兩下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材質來 用這個去點到它 點到它 兜兜 好進來 看起來它應該是只有一個 對這個是只有一個的 好 那我就丟這種玻璃的 給它 但是呢 各位要注意一下就是 跟我們佛效3D一樣 它如果是像這種比較半透明的材質 你一定要怎麼樣 輸出一下 它才會看得比較清楚 像在這邊 這裡 這個就比較小一點 你這樣看就 比較看不出 它那個實體的 最後的樣子 可能你就要 把它做最後的輸出 這樣清楚 就是如果你有設定半透明的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有沒有感覺這個 軟體不會太難 容易上手啦 那麼重點是 你要怎麼樣拿你的模型進來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請問這邊可不可以用字 也可以 新版本有把 文字的工程加進來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直接變3D的文字 但是現在舊版本是沒有 沒有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Photoshop那邊的可不可以丟進來 其實是可以的 你可以把 Photoshop那邊 做好的3D文字 把它匯出之後 丟到這邊來 我們來這邊再套用 那個 就是 那個材質 你也可以這樣做 等一下我們就一起來做看看 好不好 所以你先 感受一下 它輸出的 這個 方式跟它專案檔 怎麼把它促存起來 至少這個你要匯嘛 這是最基本的 你先熟悉一下 謝謝